你好欢迎收看11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花莲县议会第20届第二次定期会 2号下午进行工作报告议程 而多位议员对于消防设施工厂危险物品调查 山蕴搜救等议题进行意见交流 而消防局代理局长也针对议员所提出的问题一一回答 并指出危险物品的管理规范 未来也会了解中央所订定的危险物品管理办法 进行未来的抽查与规范 花莲县议会2号下午 花莲县政府各局出事进行工作报告 而多位议员也对于花莲县消防局 在消防设施善与收救工厂危险物品的存放 是否定期进行抽查检验 提出相关的意见与消防局进行讨论交流 查我们消防栓是否堪用 第三点 各种集合式的住宅 是否有定期性的消防演练 那本席最近也接获 有乡亲在沉寝 那我们住户 将近百户的一个住户 他消防栓的下面 竟然下面是没有水管 那本席接获 成请以后 那也到现场去看 就实际上看真的有几个 消防栓的下面竟然下面是空的 那花莲县 山域面积就是我们全国 最多的 也是全国之冠 我想要了解到 花莲县一年 山域所发生的一些事故 数量有多少 目前花莲县的山域事故的救援 消防局是否有考虑 给一些专责单位来做相关的救援 那花莲县政府有没有编列相关的预算 毕竟山域救援是一个非常专业 而且高难度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东西如果交给地方消防局 我相信消防人员的负担真的太重太大了 那也希望借由工作报告的部分 让我们花莲县政府 还有中央机关了解到 我们消防弟兄的一个辛苦 消防局代理局长 也对于社区消防住的抽查 危险物品的存放 山域搜救进行相关的说明 我们消防栓的这个虚设 落实查查部分 预作题的是指 应该是指社区大楼部分 原则上我们如果是在道路上 一些我们公所跟自在水设置的消防栓 原则上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每隔夜都有做测试 至于那个社区大楼 它的消防栓虚设部分 因为消防栓也是属于 他们检修申报的项目之一 原则上我们在检修申报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检查还有一个测试 但是不见得每次都有测试到 因为我们是抽检方式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要求 后续我们同仁在进行 社区的安检的时候 针对消防栓的部分会特别去做检测 另外 那个魏加钱一座有提到三一的部分 那我们今年总共有43案的三一案件 总共出行240人次 获救总共有40人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有跟署那边建议过 就是说是不是成立一个专者的单位 来做三一的搜救 或是说有民间救援团体 就是说如果后续的三难发生时候 就有民众直接跟收救团体来做 后续的一个一个协商 看一些收救费用的支付 还有那个出勤人员由他们担任 但目前为止目前还没个定案 原则上目前我们现在三一的收救部分 还是由我们消防局来做来做主政单位 原则上我们目前除了目前警消之外 我们也有纪念性益销 包括三一益销 还有我们一些三大志工 就包括救灾益销部分 他们也都非常热忱 所以目前对三一事故的救灾部分 大概我们目前处理方式是这样 持续我们会再跟中央那边来做反应 就是说以后或许这个救灾的部分 可以委由民间单位 或是由中央成立一个专者的 收救单位机关来负责这一块 大理局长也表示 对于消防栓的新设是由乡镇公所所管辖 而水源的供应则是由自来水公司所负责 工厂的危险物品存放 未来也会参照中央的规定 进行更明确的规范与调查 记者林杰 花林市采访报道